南京南站号称为亚洲第一大高铁站 你知道有多大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乔 我现在坚苏南京 我身后就是南京南站了 今天时间是2022年11月10号 近期视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南京南站的现状如何 大家跟着我进入区域了解一下吧 先带大家看一下这座南京南站周围的情况 我现在首站的位置就是南广场 凡是一周吧 可以看到附近很多一些高楼大厦呀 太繁华了 而且都是灯火通明还没有下班啊 现在来看回一下这座南京南站的站楼 哇开灯了 这个南京南站的话 号称为亚洲第一大高铁站啊 就可想而知有多大了 意思我就上网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吧 说南京南站总站地面积近70万平方米啊 总建筑面积达到了75.8万平方米啊 太大了 现单一 就是八个足球场这么大 太夸张了 而且整个站楼啊 也是十分有特色的 看到没有 就好像一个宫殿一样 觉不觉得 我们都知道南京作为六朝古都 所以这个站楼在设计的时候就秉承了 古都新站的理念 以中国古典建筑构成元素为基础而设置的 这样的话就完美的体现了古都南京浓郁的地域风格和特有的尊贵赤字 不得不说 这个站楼真的是好美啊 而且的话可以看到 它是有三层的吧 还包括地下一层 地下一层就是地铁站了 一楼就是出站口吧 二楼就是乘车层 三楼就是进站口 我现在就带大家去进站口跟出站口看一下 进站的人跟出站的人多不多 不得不承认 越走进这一座南京南站 就越感觉它好崇伪壮观啊 一楼就是出站口 我们先看出站口的情况 再带大家三到三楼看进站口的情况吧 进来咯 富一楼就是搭地铁的 这两边就是到达的出口 但是可以看到 好冷清啊 看到没有 让我很意外啊 不仅出站口少人吧 连这里也是十分少人 可以看到这个大厅 我房市一周 都没几个人 太让我意外了 前方刚好有一列高铁到达 但是到达的人不多吧 这边也有人出站了 可以看到这边稍微多一点吧 出站 看健康吗 做核酸才能出站的 这是标准操作吗 不用说的 前方就是做核酸了 这边跟这边差不多的吧 都是同一列火车 不同的出口而已 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少人啊 可以看到有很多个出站口吧 但是就一个 两个比较多人而已 所以说 到达的列车比较少 就显得这个高铁站比较冷清 如果到了春运的时候 这里应该会相对比较多人吧 我现在带大家上到三楼 看一下进站口的情况怎样的 上到二楼了 二楼就是到达成 可以看到前方的站台 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站台的规模 我的天啊 看到没有 好多站台啊 据说的话 这个站台的规模是 15台28线啊 太大了 不愧是亚洲第一大高铁站啊 太神尾壮观了 我们上到三楼看一下 上到三楼了 哇 如果不说这里是高铁站 我还以为来到了某个宫殿啊 太神尾了 而且这里的视野也是十分的不错啊 依然中三小 好繁华好繁华 前方就是进站口了 但是可以看到进站口的人不多吧 进站的话不用多说 肯定都要48小时核酸的 我们看一下里面 哇 这个大厅也是十分的豪华壮观 不过可以看到这个大厅里面也是冷冷清清的 说明搭高铁里面不多吧 看到没有 我就不进去了 因为我没有买票啊 好了 这就是2022年11月10号 南京南站的现状了 可以看到 无论是出站口还是进站口 都先会比较冷清吧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做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视频拍到这 我们上期见拜拜